紅毯上面出現了誰呢 就是深受孩子們喜歡的 大雄老師們進場了 歡迎康哥 露露 榮軒 國國 溥陽 山裡來了熊孩子 透過有趣的遊戲 跟小朋友們進行互動 並且用心投入小孩的生活 恭喜各位大雄老師們入圍 後面還有很多的小熊孩子 好可愛喔 他們入圍的獎項 由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成獎 祝福今天晚上山裡來的熊孩子 得獎開心一輩子 恭喜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邊的來賓是誰 歡迎大雄老師 小熊孩子 嗨 大家好 這麼多孩子 我發現你們在節目中 甚至下了節目之後 都跟他們像是好朋友一樣 是不是請大雄老師們分享一下 要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秘訣 才可以跟他們打成一片 先從康哥 把他們當朋友 當成朋友就對了 對 你不要把他們當小孩子 把他們當小孩子 他就會發狂 會發狂的 因為他會覺得我是小孩子 我什麼都可以做 你要用大雙方式 我覺得你這樣不好 我覺得你是不是 然後大家好 互相 平喜平坐就對了 對 會比較好 接下來 Lulu也簡單分享一下 我就把他們當姐妹 姐妹 他們都是我的姐妹 哈囉 藍藍 紅燈 小糖 米菲 他們是我的姐妹 當成姐妹就對了啦 對 沒錯 那果果當成什麼呢 我的話就把自己變成小朋友 自己變成小朋友 對 就跟他們一樣的身高 做一樣的事情 了解 蓉萱呢 一定要滿滿的便利 還有精神跟體力 可以陪他們玩一整天 一定要養足精神就對了 是 濮陽的秘訣是 我就是當成是他們的一夥伴 我是他們的朋友 你們想做什麼 我都可以陪你們一起 當成夥伴 當成朋友就對了 既然是我們大熊老師們入圍了 我這邊也送你們一個小禮物 這小小的盒子裡面 有滿滿的誠意 既然是大熊老師 那我就送給你們一隻大熊 來 熊多王 好大一隻 好大一隻 大熊祝福大熊老師們 能夠順利奪獎 謝謝 謝謝